黑云压境 铺天盖地的轰炸机群 遍地开花 气势辉煌的地毯式轰炸 这是属于上个世纪的疯狂与浪漫 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 这种无差别攻击的轰炸几乎逆击 取而代之的是百步穿扬的精准打击 那么这种残酷而高效的攻击方式 究竟源从何起 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番 1965年 越南战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南越政府抵挡不住北越军队的攻击 急急败退 这让南越背后的美国交集不移 3月2日 美国决定直接参与战争 并批准了滚雷行动 想要通过大规模的轰炸 来挽回战局 为了辞职北越军队的攻势 美国在行动一时 就把目光聚焦在了越南境内的各个桥梁上 而其中有一条 被称之为农之二的大桥 横跨马江碾岸 桥段有巨大的钢筋混凝土铸成 它就是连接越南南北的交通命脉 清化大桥 从1965年到1972年 美军冒着北越军队猛烈的防空炮火 对清化大桥发起了871架次的空袭 但由于制导导弹威力太小 重磅炸弹又瞄不准 所以无论怎样攻击 坚韧的清化大桥就是屹立不倒 反倒是美军自己损失了十多架飞机 1972年趁美军已无心再战之时 北越对南越发动了复活节攻势 阵路之下的美军又实施了后卫行动 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 5月13日 美军再次空袭清化大桥 并祭出自己最新研制的神器 GBU-12宝石鹿激光制导炸弹 最终26枚炸弹准确命中大桥 伴随着爆炸的巨像和火光 农着恶的不灭传奇终于结束了 这次空袭让宝石鹿炸弹一战成名 究竟宝石鹿拥有何等神迹 能精准避低于千里之外呢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时期 美国就研制出了早期的塔松制导炸弹 但一架B29在投放炸弹时 被冲击波掀犯坠毁后 塔松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遭到停用 到了60年代 美国的各类制导技术日趋成熟 尤其是空对空导弹领域 红外制导的响尾蛇 雷达制导的麻雀 反雷达的百蛇鸟 相继问世 也为制导炸弹的诞生 提供了温床 1965年 德州仪器公司的工程师 提出在炸弹上安装激光导引头 再把百蛇鸟的制导系统和控制面 直接移植到炸弹上 在投放时 需要两架飞机 第一架飞机上 安装激光指示器 用激光束持续不断地照射目标 散射的激光会形成一片锥形区域 被称为篮子 而另一架飞机 只要把炸弹扔进篮子里就可以了 炸弹上的引导头 会锁定激光 并控制翼面的偏转 引导导弹 朝目标飞去 第一代保时录系统被装在体型臃肿的马克117炸弹上 控制翼面在弹尾 精准度不如任意 而第二代保时录 则安装在流线型设计的马克84炸弹上 控制翼面 在炸弹前部 精准度也提高不少 炸毁氢化大桥的 就是这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革 现今的精确制导炸弹 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 比如正在美军服役的杰达姆联合制导炸弹 不需要向激光制导炸弹 必须朝着目标投放 并可以做到任后不管 而后期直追的中国 也发展出了如雷石6 飞腾系列和雷霆系列激光制导炸弹 正是步入了精确制导炸弹强国之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